近期在防务展上亮相了一款由中山科学院研发的多管火箭系统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该系统暂定名称为MIT探案防御火箭系统 是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独立研制开发 该系统为数字化、自动化、火力化为一体的全天候武器防御系统 它可由一个操纵台遥控多具火箭炮塔 同时还具先进的影像辨识能力和目标追索以及弹道解算等功能 基本实现无人化操作 并且在作战时还能避免因操作人员的暴露而带来的伤亡 MIT探案防御火箭系统的成本非常的低 可大批量生产与布防 同时 其能在各种恶劣的作战环境下发挥出色的攻击能力 MIT探案防御火箭系统具有超强的探案防御能力 非常适合台湾地形 在外形上 MIT探案防御火箭系统的发射管的造型十分抢眼 它有着六具火箭发射模块 每具模块有着14根发射管 共计84个火箭发射管 非常夸张 不论是分批射击 还是一次性全数射击 都能产生大面积火网 以强大的火力压制 抵挡敌方的进攻 同时 MIT探案防御火箭系统 还可执行全天候目标搜索 辨识 测距 及追踪锁定 功能非常全面 真正实现自动搜索 自动判定 自动开火 该系统重1500公斤 能以每秒60度进行旋转 MIT探案防御火箭系统所使用的火箭弹 名叫红笋火箭弹 该火箭弹也是由中山科学院独立研发而成 该弹长46.5米 重2.4米 射程在12.5公里左右 单枚火箭弹的杀伤半径为35至40米 射程和范围并不是很突出 但由于是一次发射多枚火箭弹 在这种交互作用下 其威力还是非常恐怖的 也更适合阻挡敌方登陆和大部队进攻 而除了MIT探案防御火箭系统以外 中山科学研究院还推出了一个名为 震海的火箭弹防御系统 该系统是根据MIT探案防御火箭系统改进而来 相比于MIT探案防御火箭系统 它加大了其射程和威力 不过在发射管数量上 它有所减少 震海火箭弹系统的发射管共计42枚 根据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说法 震海火箭弹系统一发火箭弹 就能击沉敌方一艘快艇 最不济也能让敌方快艇瘫痪 火力相当强大 震海火箭弹的有效射程为5公里 最大射程可达10公里 且震海火箭弹防御系统 可根据不同的任务 从而选配不同的火箭弹 非常符合海巡任务需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